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 如果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答给我们 身边的嘉宾是郭教授在这里跟你聊天 郭教授你好 你好 早晨,我们先听就是何小姐的电话 早晨,两个主持 你好,何小姐 是的,我想问1299友邦 如果我今天入市,我想问郭教授这些意见 友邦方面,连续调整了好几天 之前充到58元左右的位置 现在到51.95元 暂时就说,昨天来说,店那条20天线 是否一个买入良机呢 我没有太多意见 因为一直以来,对友邦我都不断有推介 但当不知,说真一句,要推的时间 是很早前的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元 不断有推介的 买点都不知,就是流动资金充裕 友邦业务有99%是亚太区 正在受惠于资金充裕 新业务的增长是一个良点 在友邦来说,在恒指成分里面 占的比重有6.5% 如果指数要向上卖进 或者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友邦的股价一定会成为 拉动指导上升的其中一只股份 因为汇控不肯走,汇控仍然被人减持 剩下的当然是中移动、腾讯、友邦 还有1号的长和和港交所这些龙头股 51.95%如果不是抱着短炒的心态去买 问题不大 短期暂时的阻力是53.65% 例如做短炒的话 暂时的目标是53.65% 给你一个指示 技术上跌穿了50.65元你就指示 但如果你是中线部署 你就不用理 分阶段慢慢买,问题不是那么大 好 谢谢侯小姐你的电话查询 下一位家庭观众姓孔的 喂 你好,是不是孔先生 是的,麻烦 你好,想问什么股份 1766,能不能卖现在这个环境 好,铁路股方面 中国蓝车16.32元 现在股价来说,靠稳 什么呢? 由上一阵的低位 其实第一个浪 不要说几元那些 一个月的低位是9.5元 升到上去20.65元 已经升了一倍了 出现调整是很正常的 当然,南北车将来拼了之后 基本因素是强的 最低限度不会有恶性竞争 和一路一带 和基础建设的投放 都是对1766是相当有利的 只是股价在一些资金追逐之下升快了 如果你说抱着一个短炒的心态 老实说,我就要提供一个 技术上防守性的低位 14.7元钱 一旦跌穿了 即是由20.65元的支持仍然延续 到底需要多放一些耐性去持货 真是你自己决定 但我觉得你不要抱着短炒的心态 现在这刻分阶段慢慢买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短炒的14.7元是做指示 但如果中线部署的 现在卖一点,万一真的跌穿16元 再落到15.5元 你又卖一点 14.7元甚至留下 亦都再加住再买一点 但这个是中线的 可以拉一个平均价去买 但如果短炒的话就难看些 短期来说 一个星期的高位是20.65元 跌到14.7元 已经跌到多少 6元一股差不多30% 单单谈调整 初步来说什么都够了 嗯,好 还OK了,阿孔先生 多谢你电话 好 好,下一位家庭观众是陈小姐 是 你好,陈小姐想问什么股份 我想问一下碧桂园 我想问一下什么价位可以走 然后另外想问3988 中国银行什么位可以入 好,碧桂园方面就有货 去到3.8.7元的位置 现在升超过1% 今天内房股都向好 另外也顺带看3988中国银行 去到5.45元的位置暂时偏远 我不管你什么 暂时 暂时止切也好 至赞也好 应该一个星期的低位 3.56元 相对一个月的高位 3.58元 现在属于市顶的形态 如果一旦升破了 甚至一年的高位 股价进一步推上去4.2元 或者4.5元的机会是相当高 因为内房股早前的折扬是相当大 现在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或者佳兆业绩的老板也入回了 即是变了一些不明两因素已经数据 折扬70%的内房股 拉近折扬40% 或者折扬30%好不好 已经可以刺激股价出现一个 接近30%至50%的反达 这个由低位计算 其实这个分析 已经在两个月三个月前 已经说过给大家听的了 不理你怎样都好 3.56元 只赞也好 只赤也好 先放在这里 看看它有没有机会突破3.98元 有机会的目标 放在4个盈人前好吗 好啊 多谢先客家庭观众的电话查询 我们先看看email 收到家庭观众想问 内房股方面的部署 两位陈生 以及这位叫emily chen 都是问688方面中海外的情况 出了业职之后 股价继续向好 今天衝到去 就是说31.5元 现在现价新闻超过2% 都好像没见过 688有三字头 如何部署中海外 如果未有货好没有买跌呢 一路叫买的了 十几元叫买 二十几元叫买 叫了很多次了 其实在过去一年 在分行一路讲座 在这么多内房股 首推就是688和1109 如果二选一 就选688中国海外 但是来到现在这一分钟 距离一年的高位32.8.5元 你问我可不可以买下去呢 你如果真的没有货在手 你问我 我都认为应该买的 我都认为应该买的 第一土地处备足够 第二央企 第三卖楼成绩超标 第四估值不高 这四个因素 已经是支持到股价 是不断向上攀升的了 暂时来说 由32.8.5元的回落 大概去到28元两毫子 就有少少停步 大概10%多一点 由这一开始 又再处于市顶格局 一旦升幅了32.8.5元 目标就值35元了 要买就早买好过前买 另一位陈先生除了问688之外 还有两只股份 想做个比较 其实三只来说都没有货 刚刚我说了688 还有2727上海电器 以及借借中涛环普Pino 1363 刚刚说三只没有货 又是否现在买呢 中涛是30多倍的市盈率 相对低位上来已经升了很多 不过老实说没办法 因为实际上来说 水务或者环保相关的股份 政策仍然扶持 市场是会多一点的日价 短期来说11.68是一个暂时的阻力位 过去没有买就比较可惜 不过不要紧 说不回头 问题是现在这一分钟买的直博率有多少 如果从一个短线的角度来说 现在买上网11.68 给止蝕位来 万一不对板跌穿9.5元 就要考虑需不需要减帮或止蝕 或者你把止蝕位放10元都可以 没问题 讲估值来说一点都不便宜 以往值来说是36倍的市盈率 第二个是哪个 上海电器2727 2727其实来说 大家都知道 内地北京、上海、天津的空气是很差的 国家希望一路用多些环保的发电 包括用天然气、太阳能、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等 带垃圾发电在内 但最环保其实就是核能发电 即是差不多零污染 不过行能发电的安全需求高得很厉害 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期 我想这方面都会持续发展 对2727来说是相当正面的 我自己觉得这样 近日来说就有少少高台的整固 但大家不要忘记 由低位上到九个多、九个二毫半 已经升了很多了 出现一个调整的很正常的 去到七个四毫半来说 若摩深算都调整了二十多个percent 我想已经足够了 我建议不要抱短炒的心态 中线的持有 中线的投资 分阶段慢慢去买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不过我也补充一句 由于市场的资金过分的追捧 相对现在的股价 股值是高了的了 36倍的市盈率 不过老实说 便宜的时间又有哪个去买 做高位的时间 才是你追我追的 所以错失低级的机会 任何的环境在高位再追下去 始终买贵的 一定是由承担定反复的风险 这些大家要知道 也要留意 好 另外家庭观众 萧先生想问 編号221 PNG资源 在三毛指导有货 他想问指赞位和指示位在哪里 现在看现价线 就回到两天下来 现在回到4% 有多到3.25% 之前在4月中 就传出一个佩股消息 智容1乘7 酬甲资金就有4,790万元 还债和一些所需的盈运用途 怎样部署 就是編号221 这个股份呢 其实 几毫子的股票 真的有时就很难作任何部署 因为当你设定一个指示位的时间 股价突然一跌的时间 是插穿了 你想追股也追不到 我看得太多了 三毛指导 现在三毛三指 你问我指赞位定在哪里 唯有跟你说定在三毛二指 自己看 因为现在三毛二先半到三毛三 三毛二先半 只有48万股 一旦跌穿了 震一震下三毛二 你就要指赞了 先说完 指赞你定了 指赞你就是指赞 对错你都会执行 千万不要指赞完之后 上三毛半指自己肉赤 因为万一你不遵守指赞 或者不遵守技术上的指示 形同虚似 一旦升破或者跌破的时间 那个损失一定是你 超乎你自己的预期之内 几毫子的股份有时投机性 比较重一点 无论如何也好 三毛二指的股份 如果真的向上望 现在这一刻来说 我最多都是看上三毛四千半 到三毛半 坐的水平 况且市值比较小 无论如何也好 三毛二是指赞位 跌穿了指赞算数 好 另外家庭观众 张小姐 问883中海油的情况 她说现在14.29元 就拿着股份了 她的买入价 现在去到13.02元 暂时就靠稳 她就说想回家乡 大约是14元这个位置 可否等到油价可以做回家乡 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家乡 油价上升五十多元一桶 但大幅度上升 我觉得还是比较慢的 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机会 你好像中东局势就紧张了 美国派了一队航空母艦 已经去到也门港口阻止了 跟伊朗的艦队对峙 无论怎样都好 局势紧张 油价都比较敏感 也有机会上升 这跟基本因素没有关系 因为基本因素 油价是看供求的 如果供是过于求的 油价就跌了 但现在这一刻 似乎国际的形势 或者中东局势的紧张 是有利油价作轻轻的反弹 你说它不会升到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元 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比较微 老老实实 因为美国烟岩汽油的开彩相当成熟 而且油价升得多 烟岩汽油的开彩就更多 油价上升一定受规限 暂时来说 13个多元钱有点反复 相对买入价不是差很远 我亦说一句 14个多元钱买 早前五对板的时间 13个多元肯下车 你把资金买其他板块 买一页都赚回来 券商股就两个开 买那些1766赚三个开 不过没有办法 搜到现在唯有建议你继续搜下去 等吧 最后一条email就是姓冯的Allen 问郭sir 编号1297 中国秦天远见 他见到现在股价就继续向下落 去到6.01的位置 跌2.6% 他说在6.03就入货了 刚刚这一段时间的事 你会觉得这只股份的前景 可以看那个线 和给止赚止泄位 如果看股价图 其实就跌了很多下落 如何部署呢 去年的纯利1.3500万 升了34% 其实软件的开发我还是看好的 因为现在的互联网的软件 和十几年前是完全不同的 但你说6元左右购买 我觉得看基本因素没问题 唯一要说两件事 第一股价不便宜 37倍市盈率 还有派息仍然败 不过买软件相关股份 都要看前景业务的增长 不是看派息 如果看派息 不如买浪银股 对不对 但你挨近6元左右 在市场气氛比较不明之下 虽然指数今天去到28214点 但成交不是那么配合 也有那么多不明 我先说明 暂时来说 一个星期的低位是5.53 我不知道是纯粹短线 还是一个中线的投资 如果纯粹短线 跌穿5.53 你就要考虑 需不需要减帮或止线 因为再行的 就是一个月的低位3.5元 这个风险是有在 初步的阻力是6.43 暂时上面有几毫的上网空间 下面也有几毫的风险 唯一要说的是 估计这两人走在十天线阻止 升破的 其实不代表有什么突破 跌穿的也不需要太担心 但技术上支持位5.53 防守性很重要 因为一旦有失 意味着由7.64开始的回调 仍然是继续向下调整低位 那一刻你持货的风险 就会比较多 有没有足够持货能耐 你自己清楚 我自己觉得 暂时来说 是处于等变不至中的 好 节目时间到这里 谢谢郭Sir 解答了这么多电话 和email方面的问题 我们休息几分钟 稍微时间 立即听你讲大致方面的情况 郭Sir,港教授有300元 是,厉害 休息一会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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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